李空梨梨梨 中华館第一次 玩足民文化 中下街舞比賽 十七號在中华館玩足民 生外館上大來基班 有十五幾頓後 報名參賽 套過比賽 讓嘉義玩足民文化 跟街舞表演藝術的少年朋友 發揮創意 展現出不一樣的目的風景 當時 竟他就出團成到創新 連結過去到未來 他都是在玩足民的學生 套過不得 中华館玩足民文化 兩日流不得當中 中华館第一次 玩足民文化 中下街舞比賽 十七號在中华館玩足民 生外館上大來基班 五十五幾以來 從各地的街舞對五報名參加比賽 套過比賽 讓嘉義玩足民文化 跟街舞表演給出少年朋友 可以發揮創意 展現出不一樣的舞蹈風景 參加原住民舞蹈社 然後我們又是在部落生活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一些舞步 然後就把它加到街舞裡面 對 因為你覺得很集中我都不一樣 什麼 參與感覺 街舞跟舞 原住民比較傳統 街舞比較現代 對啊 主辦單位 中华館 今天呢 彰化縣體育 街舞運動委員會呢 特別主辦了 原住民融合文化街舞大賽 最主要是我們提供了一個 讓青少年有一個創作的機會 用我們西方的舞蹈跟東方來結合 然後讓青少年激發更多的創意 那我們期待這個比賽呢 能夠未來在街舞方面 能夠創造更多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比賽的方式呢 然後來結合不同的文化族群 然後讓更多的青少年 一起來加入我們這個愛跳舞的行列 非常感謝那個千元議員 今天在彰化這邊辦了這個 原住民的街舞比賽 那我剛剛看到了好多小朋友 那個學生 他們在這個街舞的部分呢 帶了把那個原住民的舞蹈元素 帶進來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的棒 那當然也希望說 將來有更多的原住民學生呢 能夠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因為街舞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運動 可以讓人覺得快樂又可以運動 又可以讓你的身心靈非常的舒暢 這是非常好的運動 中華館議會議長夏丁林 也告訴他們來關心基本的比賽 夏議長也表示 比賽讓學生一個展現的舞台 讓每一位選手 都可以進行來展現少年到多了 未來可以創造出更多文化技術 陳龍妹議員 黃謙議員 那聯合來主辦這個原住民 農合街舞大賽 那朱現場也到現場來關心 那很開心可以給這些小朋友一個舞台 讓他們來表現自己 那因為跳舞的孩子 他就是想要一個舞台來表現 那我們希望以後會繼續來舉辦 這邊的原住民文化兩下街舞比賽 為了要讓很多年輕人來參加 比賽並沒有這麼多 一定會有原住民的新婚 只要是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 可以將原住民文化兩日在街舞的學生 都可以報名參加 永不得展現出年輕人的死命到活力 新中華新聞 北平林中華 彩虹伯德